欢迎收看一七零零整点新闻 我是陈宣如 新闻开始要带您来看到 在嘉义市有一辆中行货车 雨天失控就撞上一辆开早餐店的小货车 造成四个人受伤送医 最新状况请记者告诉我们 万华交通分堆明远景 上午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 竟然被一辆小客车撞伤 最新状况连线给记者 再来要看到原名驾驶倒车 竟然连续两次开进骑楼 而且还撞倒了机车行的机车 就被笑说这样倒车技术也太差了 详细状况请记者带我们了解 新北市戏纸观光夜市 这个月25号凌晨闯入了三名少年 竟然沿路破坏监视器 其中一名少年倒案 他说只是因为好玩 详细情况连线给记者 来看到惊险的画面 一名骑士在路上 看到路口有远景正在领解 但是他却分心转头往旁边看 没有注意前面红灯了 就直接撞上前方等红灯的机车 那后方轿车一次也在看领解 接着就从后面撞上来 接下来要等您关心 登山罹难或判国陪 首开先例就是四年前的案子 大学生独自登山却失踪 警销找了51天没有结果 但有登山客在两天之内就找到了遗体 家属就认为警销是搜救不利 就提出国陪 那最后台北地院认定 消防单位的确有疏失 判陪267万 此次又来追踪山难国陪案件 国陪确定之后 当时负责救援的第二大队长非常失望 也打击了消防人员士气 那到底为什么民间山友 可以只花两天就找到人 最关键因素就是因为登山客 运用环境背景音听声变味 结合多年经验才终于找到人 台中从凌晨开始下大雨 根据气象局统计 全台百大的降雨量排行 前五名全都在台中市 包含大坑 新社 潭子 还有西屯区 也造成市区大淹水 那刚好是上班时间 很多民众就开车冒险涉水 而且还有机车甚至抛锚了 相当危险 广告后带您关心 民进党发表国防蓝皮书 被国民党痛批政策空泛 蔡英文根本就是空心菜 瑞士警方逮捕了国际足球总会 亲民高层 指控他们24年当中洗钱收贿 不法所得高达64亿台币 很多新闻内容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又来看到政坛消息 民进党礼拜二才发表 国防蓝皮书抛出兵役制度 第四军种网军等议题 短短两天之内 今天国民党团也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他们批评蔡英文政策空泛 根本就是空心菜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启程访美总共12天 途经美国六大都市 但她访问的重点还是在华府 要向美国行政部门 说明她的两岸政策 来看以下的报道 总统马英九昨天才跟陆战队 一起跑完3000公尺 今天又到新市国小陪小朋友慢跑 接连两天下来 她回应媒体都不累 倒是今天她也特别送牛奶给师生 也被外界联想 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力挺郝龙斌的牛奶政策 接下来看到瑞士警方 日前逮捕了国际足球总会7名高层 指控他们24年里头洗钱收贿 不乏所得高达46亿台币 转换心情要来看到娱乐焦点 今年演艺圈喜事连连 大陆艺人黄晓明跟Angela Baby 爱情长跑5年终于要结婚了 那昨天下午黄晓明就PO出结婚证的照片 公布他们已经在青岛正式登记结婚 再来要看到导演侯孝贤 以聂影娘在坎城大放异彩 她接受专访的时候也分享了自己的世界观 她说要够客观的观察 才能够累积自己的风格 那人在坎城的张爱佳也说 现在的侯孝贤是比过去还要内敛 长男女神安欣雅常常分享自拍跟粉丝互动 不过她最近又剪了短头发 最新的自拍就被网友说好像艺人王彩华 那消息传到王彩华的耳里 她说真的超开心的 广告后要来看CNN记者独家到北韩采访 但是北韩只愿意带她去看平壤最好的一面 起码游泳住豪宅 那这些跟部分闹饥荒的地区形成强烈对比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是陈轩如 接着要带您来关心MERS的疫情再度延烧 南韩发布消息又出现两名患者 那这样子也让确诊病例增加到7个人 但现在更令人担心的是 有一名疑似患者的男子 礼拜二出进到中国大陆 那南韩卫生局也赶快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就怕疫情会继续扩散 再来要看到神秘的北韩 很少对国外记者开放 但CNN记者莱普利却获得独家采访机会 但是北韩只愿意带她去看平壤最好的一面 像是骑马游泳住豪宅 但是CNN记者却一路只想着 北韩闹饥荒的状况 美国南部地区周末好雨不断导致河流溃体 引发洪灾 那其中是德州跟奥克拉河马州灾情最严重 已经有21个人不幸身亡 还有9人失踪 美国第四大臣休士顿也泡在水里 而且还有遗体被洪水从墓园冲了出来 让路人看了胆战心惊 大陆广东一间医院接获一起离谱病例 一名31岁的富人 食道竟然是插着一把30公分长的锅铲 只剩下锅勺还露在嘴巴外面 富人就说因为觉得喉咙卡卡的有异物 就想要拿锅铲来帮忙 结果没有想到会卡住拔不出来 镜头转回国内 高雄是一名48岁的王姓女子 她因为记恨两位前男友使乱中气 她竟然连续四次跑到这两位前男友家纵火 而且还放火烧车子 警方后来逮到她 她就说两位前男友在十多年前欺骗她的感情 她不甘心才会纵火 但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转换心情要来看到 529肠胃健康日来到了第二年 继去年调查出台湾人的肠胃坏郡多 再加上喜欢油炸烧烤等饮食习惯 今年又有新的研究发现 上班族因为压力生活习惯的问题 让肠道发炎的状况频传 专家就呼吁除了可以多喝优肉乳 也提供肠胃保健的五大招 再过一个月就是暑假 也是热门电影的超级战场 今年度下半年就有15部续集电影上映 网友也票选了最期待的电影 那续集是包含了小小兵英雄玛吉尔 还有不可能的任务第五集 夺夏 那至于是夺夏冠军的 是已经14年都没有推出续集的 侏罗纪公园 要在夏天推出第四集 让粉丝很期待 接下来看到俄罗斯这位女魔超厉害 她自称从来没有整形 但是五官跟身材都超像巴比娃娃 本来后代林关心 苗栗三亿警方巡逻发现 一辆深色轿车行机可疑 要拦查对方却加速逃逸 警方最后搜出毒品 还有不明粉末 有民众在新门町 看到一对情侣在捷运站爆发口角 男生竟然抓着女生 压在椅子上狂打 更多新闻内容请持续锁定 由张璐主播带来的1819整点新闻 倍速公安 谢谢大家